当一只股票涨停了之后 在次日断板滞涨出现了巨量阴线 注意这根巨量阴线的最低价 和前一天涨停板的最低价进行了重合 而且是一分都不差 那么这就是主力强势洗盘的特征 断板之后还会有更大的主声浪 一旦让我们识别 那么精准捕捉到连板的腰股 所以这切视频粉丝朋友们一定要认真仔细的看到最后 看完之后我相信一定会大有收获 对于实战方面的技能 以及当下市场当中严选出来的热点投标 我都把它放在了文章里面 如果还不知道怎么看文章的粉丝朋友们 可以到咱们平时跟自己的亲戚朋友 打语音聊天的地方进行搜索王牌论股 只有这四个字 锁定好每天的文章更新 就不会错过下一只的涨停牛股 好接下来我们直接上干货 首先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案例 在此时这个位置出现了二连板 走出二连板之后 在定阶三板的时候 它失败了 形成了一个放量大阴线 这根大阴线高开低走 高开低走的大阴线 注意就是大阴线的最低价 和前一天涨停板的最低价 形成了重合 当形成重合的时候 那么其实这一天就是主力洗盘的极限 因为股价一旦破位再拉上去 可能难度会很大 所以呢 此时这个低点是主力必须要坚守的底线 那么此时在当天 在这一天或者是在四日这一天 就是我们的上车点 一旦上车 注意啊 上完车之后股价不涨 反而下跌 那么我们就要以涨停板的最低价 也就是重合的这个最低点 作为我们的防守 只要不破 我们就可以继续持股 那么比如说我们看一下 这个股票 后期它在这一天再次收银 但是收银它有没有跌破 重合的最低点并没有跌破 我们就可以继续持股 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看得到 直接就加速起飞了 走出来了五个掌停板 这一波的大肉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吃到手中 尾盘进场 或者在次日尾盘进场 那么直接捕获五连板 这是这个案例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案例 这个案例 这个位置收出了二连板 进阶三板失败 然后呢放出了放量大阴线 而且还是一个假十字星 那么它的最低点跟掌停板的最低点 是不是形成了一分不差的重合 重合的时候呢 那么此时在尾盘直接进场 进场之后 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得到 这只股票呢 它直接就开始加速了 直接就起飞了 对吧 这天尾盘进场 也没有调整跌破 直接就加速 启动这一波的连板主声浪 我们就可以拿到手中 像这一种案例 我们在市场当中 不会经常遇到 但是一旦我们遇到了 那直接就是加速连板了 好了 朋友们 这就是今天给大家所分享的 涨停之后 出现了巨量阴线 这个阴线的低点 与前一个交易日的涨停板 最低点 一分不差的进行的重合的时候 那么断板的这一天的尾盘 就是我们的进场点 一旦进场 只要股价没有跌破 重合的最低点 我们就可以继续持股 拿到连板的主声浪行情 跌破 一定要果断的撤退 希望对粉丝朋友们在操作上 有所帮助 更多的技术干货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